今天不讲Audio Fuse 有很多古形精怪的东西 都是跟这一粒Fuse有关的 那么怪难道有鬼吗 只是相机 让大家看看 就是这一个浏览 你不用去到两秒就已经烧断了 其实呢 大家好 又到了Lab Channel 时间了 今天我们不开箱没有新品速递 今天我们讲一些营养东西 没错了 当你看到题目你会发现 我们今天其实都是讲Fuse 但是不是讲Audio Fuse 因为讲起Audio Fuse 就算本台也有很多片章也有讲过 就算其他友台也有讲过很多很多 那我们今天不讲Audio Fuse 那我们今天讲些什么呢 我们反其道而行之 我们就讲跟机那粒Chip Guide Fuse 就是我这一粒 对了 那连这一粒Chip Guide Fuse 有些什么值得讲呢 其实这一粒Chip Guide Fuse 其实都有很多冷知识 都可以值得讲一下 就算我们之前也有发生 很多古形精怪的事情 都是跟这一粒Fuse有关的 这一集我其实很想拍一集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究竟这粒Chip Guide Fuse 有什么冷知识 或者有什么古形精怪的事情 发生过呢 不要走开 记得看下去 好 一提起Fuse 大家都知道Fuse的作用 其实它是一个安全的装置 它是防止到 因为器材、机械故障 内部零件的一些问题 导致到瞬间有过大的电流流过 当Fuse偵察到过大的电流流过之后 它就会自我毁灭 它就把电流流过去 防止到一些严重的事故发生 例如爆炸、火灾等 其实它是一个安全的装置 好,其实Fuse的种类 Fuse本身来说是一个统清 不是这么简单 只是我们器材里面用这一粒 圆形的管型Fuse 其实Fuse的种类是很多很多的 可以大到一支整个手臂那么大的Fuse 也有 或者是MCB的Fuse 整个炮掌那么大 也有 甚至小到一粒臂屎那么小 专看在电脑板里面的小型Fuse 也会有 好,其实这些Fuse 不是我们今天所谈的范围 其实今天主要就是说 就是这一粒 就是根基里面的工业Fuse 好,其实这一粒Fuse 本身都有一个统清 我们就叫做管型Fuse 好,其实这一粒Fuse 基本上的分类来说 主要是有三大类的 大家可以看看 其实就是有普通我们 跟机通常用的玻璃管类 另外有一款就是陶瓷管 另外还有一款就是玻璃管 灌沙 好,为什么会有这三大类型的Fuse 其实当时的设计完全是基于安全的考虑 你试想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布满二燃气体的环境下的工作 比如说 蒸热式的热水炉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冷气的内部 如果你想想里面的线路板如果是超载 导致Fuse断裂、爆开的话 若果这个情况下 利用玻璃管的Fuse 情况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有机会导致火灾、爆炸的情况发生 及后来说 他们设计了一种我们叫陶瓷管 或者是玻璃管灌沙的Fuse 这两类的Fuse 其实完全是基于防爆的情况下而推出的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各位师兄有没有经历过 其实我们经常经历过 那些什么呢 例如有客人自己家里的Hifi 想升级一下玩一下Fuse 拆了自己的原装Fuse 例如T1A 上来配合一粒A-Fuse 想回去可以玩 谁知道一放进去 一开机 就烧了 但是再放一粒原装Fuse 就没有东西 再上来买过一粒 或者买其他牌子 买过另一粒也是1A的 放进去一开机 咦?又烧了 那这么怪难道有鬼 只是相机吃他自己的原装Fuse 如果你说你叫我解释原因 我相信极有可能是来自这个 就是一个Terms 我想跟大家说 就是用断时间的Terms 其实所有工业用的Fuse 一定会有一个叫用断时间的Chart 给大家看看 就是这个Chart 我上网也印了 这个Chart是什么呢 我可以当作一个懒知识 教大家如何看这个Chart Fuse 它本身来说 它都会有一个宽限的时间 而用断时间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 当电流over了Fuse 本身所容许的电流 而直到Fuse 如果Fuse消断了这段时间 这段Time Interval 它的定义就是熔断时间 举个例子 譬如我这块Fuse 当它over了两倍电流 它的熔断时间是两秒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这块Fuse是写着1A 而当我有2A的电流通过去的话 这块Fuse 就会在两秒后 就会消断 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 当大家了解了熔断时间的定义之后 都给大家一些资料看一看 我就印了一间日本很出名的 叫做Fuse端子工业珠色会社 很出名的一间厂 其实之前有很多日本知名品牌的音响生产商 其实原创的Fuse 其实就是用了它们所生产的工业Fuse 配到它们的音响器材那里用的 好了 我就上网 我随便印了它们有三个系列 就是FGMB系列 UGM系列 和TGM系列 好 那你看看这个测试 其实这些测试 上面的规格 我们不用理它 其实我主要想大家看看这个表 好了 我就以FGMB系列 这个熔断时间表 给大家看看 好了 这个表究竟怎么看呢 其实就是说 好了 我们就看到它上面有Fuse 0.1A 0.2A 这么多A数的Fuse 其实我们简单点 我们简单点 我们只看1A 1A这一粒Fuse 好了 这个就是Fuse的测试 这个打动这个Y軸 其实就是它所谓的熔断时间的軸 就是以秒来做单位 好了 X軸 其实这个X軸 就是它的电流 通过的电流 好了 那我们怎么看这张测试 就是好了 如果我真的说 我要选一粒1A的Fuse 那你1A来说 如果它通过的电流 是Below 1A 那当然是不会撞到它的线 不会消断 好了 如果它的电流是过了1A 举例2A 2A的情况下 2A通过这一粒Fuse的情况下 其实当你2A向上推 撞到这一条1A的线 那它的Y軸 你会看到一个1字在这里 对不对 1的意思就是 当2A的电流通过这一条Fuse 这一条Fuse 就不会立即撞一声断 它会在1秒钟之后就会断 就是这样的意思 好了 同样 我们相同的看法 如果我们看UGM系列 你会看到同样在1A这一粒Fuse的情况下 在2A的电流通过的话 你会看到大约1.5秒后就会断 相对UGM系列这一条Fuse 其实它的熔断时间是更长的 另外TGM系列这一个Fuse 就会更加长的 2A的情况下 它会在3秒钟之后断 这样 好了 当大家了解到 原来不同品牌 不同系列的Fuse 其实大家的熔断时间 都是有些少不同的 有了这个概念之后 其实为何我想说这件事 主要我就是想解释 头头的问题 为何有些器材 为何用到原装Fuse 是没有事的 买到其他Fuse 刺下去一开机就烧断了 极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好了 我就真的假设 我现在用这一部器材 大家都知道 器材通常是开机那一刻 其实用的电是最多的 好了 这个器材 假设 原装Fuse用1A的 好了 但是当它开机那一刻 瞬间就可能不断拿电 填满了里面的电容 火牛、水塘等等 有时可能去到2秒那一刻 可能是去到2A的 好了 过了2秒之后 那就填满了 水塘那些零件 全部充满了电 那就会降到 大概是0.7A 0.6A左右 如果我是这部器材料 我要选一粒 对这部器材料的Fuse 其实我就会选 TGMS系列的Fuse 为什麽呢 就是说 因为它最大机会 可能会去到2A的 而它的熔断时间 是去到3秒钟 好了 那这一个情况下 其实在这个开机的情况下 这一粒Fuse是不会消断 而且是可以起到它的保护作用 因为在机的standby情况下 正常的情况下 其实它可能都是5过1A的 正常是会这样选 好了 如果你选错了Fuse 譬如选择了UGMS系列 或者是FGMB系列 FGMB系列 因为它的熔断时间 分别是1秒 和1.5秒 所以当你用了这两个系列的Fuse 用在这部机的情况下 其实你不用去到2秒 就已经是消断了 其实极有可能 其实就是出现这个原因 在下一集 再和大家探讨一下 如果我万一用一下 一粒Fuse 烧断了 一个最安全的应对方法 应该是怎样呢 还有我经常听一些师兄说 一粒Fuse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会变声 究竟是否真的会有呢 下一集内容同样精彩 记得留意我们的播放时间 拜拜